來到第二部份 講講個人和市場需求 剛才我們講起雪糕 其實是Natasa吃雪糕的市場 但其實我們不只是研究一個人 我們是研究所有的C先生是一大堆人 我們叫市場需求 即是一村人加起來 所以所謂的市場需求就是個人需求的總和 好 接著我們整個計算這個總和 是有得計算的 將每個人加起來 但這個加法很有趣 有名的 叫做橫向商家 這個Horizontal Submation 為何叫Horizontal 是怎樣來的呢 假設我們有四個俊男 包括小舟 小葉 小豬和小勇 四個俊男 行不行 他們分別都喜歡吃雪糕 所以他們各自對雪糕都有些需求 但因為他們能力上不同 所以他們的需求有些不同的 譬如你會見到小葉 就是最大的富豪 一元的時候他會買多一點 行不行 甚至六元他都會照買 行不行 然後如此類推 他會隨著價錢越來越貴 就會買得越來越少 小舟也是 只不過一元的時候他會買得沒那麼多 六元他就不買 但五元他也會買 然後你會見到小豬 很搞笑的 因為他好像中毒一樣 雪糕無論怎樣 我都要吃的 這樣 有毒癮的話 但他很堅持 吃了兩塊 他就夠了 收手 小翁也是毒友來的 不過他就沒那麼肥 他要一塊就夠了 Anyway 市場需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把不同的價錢之下 其實有多少人會買 某一個價錢 有多少人買 加起來就可以了 一元的時候 總共那麼多人想買雪糕 是買多少呢 小舟會買五塊 小葉會買六塊 小豬兩塊 小翁一塊 加起來剛剛好十四塊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 原來一元的話 市場上就會有人買十四塊 所有人就會合起來買十四塊雪糕 好了 我想知道整個市場的需求 即是不同的價錢之下發生什麼事 我把每一個價錢都這樣加切就搞得好 如此類推 例如6元的時候 0 1 2 1 加起來是四 我們就會知道原來加起來就會變成市場需求 這個價錢和市場需求量的關係 我們就叫做市場需求的表 不同格格之下 相對的需求量是多少 這個表你可以自己做 用完這個表之後 你又試下按照表的數字 找出需求曲線 我有五條線 分別是小舟他們各自的需求曲線 你可以看看小豬和小翁那條線有什麼特別 第二 我想請你把整條市場需求曲線 畫出來 看看你又看到那個樣子有沒有什麼特別 這就是這部分的任務 好 接著我們說到需求定律 在Econ裡面這條定律一定是非常之重要 但她本身說的東西很貴 師奶也懂的 你試試回家媽媽 跟著她說你上學高中讀這些東西 這麼錢就不用學了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她只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如果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假設其他人數不變 OK 當些東西便宜了的時候 消費者會買多些 就這麼簡單 價格下降 需求量上升 好 這裡有一句反之易言 即是說如果價錢上升 需求量就會下降 整條定律好像很簡單 但是要留意兩個重點 第一 她帶出了就是 我們這條定律是說其他因素不變 即是說如果有其他因素變了 我們發現價錢和需求量的改變方向是同等 其實這條定律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們這條定律不包那個範圍 它只包其他因素不變的範圍 那行不行 即是世界突然靜止了 什麼都沒有變 只是告訴你價錢變了 OK 第二 她也告訴你 價錢和需求量是一個反向的關係 OK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那為什麼這個定律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個定律去解釋一些人的行為 OK 包括了其實你說買東西的時候 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不用學得懂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發覺 有些人會看到某些事件的改變的時候 或者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們會做多些 例如如果我告訴你 食煙 不要食煙 吸毒 你會被人拘捕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吸毒的刑罰減低了 你猜一下吸毒的人會怎樣 他會吃多還是吃少 會吃多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刑罰某程度上就是代價 而我們所說的價格 也可以是相等於代價 因為價錢不一定要用錢 可以是時間 可以是我們的健康 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刑罰成本 其實你有一點機會 成本的概念 沒錯 正確就是那樣 這些成本如果是跌了 如果我不需要付出那麼多 我便會做多些 這個就是需求定律 行不行 好 我們對於需求定律 有一種MC 很喜歡問 它要搞清你的概念 就是叫做有沒有違反需求定律 這裡我們就來一來 例如雷神哥的鎚是需要電池 他會考慮不同的情況之下 他會考慮賣買電池 現在有四個情境 他分別是價錢動 然後有些是零用錢 有些是有更多的玩具 多幾個鎚子 這幾個不同的情境之下 他會有些不同的行動 究竟這些情況有沒有違反需求定律 剛才我們先說回記憶 我們說是怎樣才叫違反 違反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們說的是其他因素不變的時候 即是世界靜止的時候 我們的價錢和需求量不是反向 是正向關係 即是貴了買多些 便宜了買少些 這種情況我們才叫違反了 如果我們發現其他因素變了 而價錢和需求量是一個很奇怪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沒有違反這個定律 因為有其他因素變了已經打破了這個範圍 所以就不叫違反 我們試試看 譬如第一句 如果把東西現在我們說 價錢上升貴了的時候 我會買多些電芯 GG 我會說第一句說話其他因素不變 接著我們會見到價錢和數量 是正比關係不是反比 即是說這個是違反了 行不行 好第二句 你試試做剩下的三句 接著你再聽我的解釋 你停止影片 好假設你已經做完了 那便看一看 第二句 貴了的時候 嘗試花相同的錢去買電池的數量 假設 一粒電芯原本是十元 那你就花一百元去買 即是說你買了十粒電芯 現在貴了的時候 你同樣都用一百元 但是你買了多少粒電芯 買了五粒電芯 你有沒有違反到相價定律 貴了你買少了 其實你是沒有違反 你看看你明不明白 所以花相同的錢 是總金價 就不是一個數量 好 接著第三 零用錢 其他因素 多了零用錢 會買多一點的電芯 好合理 現在有其他因素 變了第一句已經不符合 所以是沒有違反 推翻不到這個需求定律 好第四句 有更多的玩具需要有電池 又是了 有其他因素變了 我沒有辦法憑著這個情況 推翻了需求定律 縱使後面說 貴了買多點電芯 不用你後面 只要其他因素不變 就沒有辦法推翻這個需求定律 所以都是沒有違反 沒有推翻 行不行 好 所以最後的總結是什麼 只有其他因素不變 而價錢和數量改變的方向是相同的時候 才能夠證明到需求定律 是推翻了 或者叫做違反了需求定律 好嗎 這是你第一樣要學的東西 是深的東西 好 下一步我們就去到相對格格和需求定律 我們完成了這一部份 做完這件事我們就在下一條影片見